嗨,早上好,来看看我妈今天想吃点啥 哦,昨天李阿姨给了一块南瓜 那我今天就给我妈来做一个红糖南瓜园子吧 吃点是既暖胃又养颜的 走,做饭去 先把南瓜洗干净 削掉外皮 把里面的籽和瘤也掏干净 然后切成小块 放到蒸锅中,蒸上20分钟左右 用筷子戳一戳 能插进去证明变软就行了 接着咱们用勺子把它碾碎成南瓜泥 碾好之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糯米粉 用筷子搅拌一下 再用手揉成一个光滑的复粘手的面团 然后搓成长条 把它切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剂子 搓成小汤圆的样子 放在一旁备用 从冰箱拿出来一块生姜洗干净 不用去皮,直接切成姜末备用 最后起锅烧水 水烧至微微冒靠的时候 放入南瓜园子煮 用勺子轻轻的搅拌一下 煮到水烧开之后呢 再倒点凉水进去 这样煮出来的园子呀更有嚼劲 还能够防止粘连 等水再次烧开 咱们把提前备好的红糖和姜末放进去 轻轻搅匀 继续煮上5分钟 好了关火 这香甜可口的红糖南瓜园子就做好了 趁热吃特别美 软软糯糯的 这一口下去啊 好幸福啊 我妈回来肯定爱吃 我妈回来了 我们要去吃饭啊 今天的视频啊就先到这